行车记录器拍下 一辆货柜车行驶在隧道内 突然发出巨大声响 隧道上方的排风设备从天而降 现场扬起一大片烟尘 后方驾驶目睹全程看傻了眼 惊悚画面就发生在高雄过港隧道 这个车子叫做平柜式的火车 造势原因就是它的柜门不会温妥固定 巨大的排风设备被硬声扯落 横躺在车道上一度造成大塞车 相关单位赶紧调度长臂吊车 将损坏的鼓风机调离现场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整起事故发生在22号下午3点多 当时一辆货惠车在隧道内 从迄今开往前阵方向 疑似车上装载的平板柜没有锁紧 突然掀开高度过高撞上三台鼓风机 由于是国外进口出估损失金额高达900万元 只是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民事新闻吕燕姐刘云纯高雄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